上海市中心又有大规模洞迁 两大小区总算人到洞迁了 大家好我是王秋库 哦呦真的不容易啊 阿拉上海市中心啊 最近又搞大动作了 近6000户左右的居民啊 将迎来崭新的生活 他们呢就是来自于徐汇区的 东安一村和东安二村 这两个老小区加起来的 这次洞迁体量可不低啊 朋友们还不是什么开发商收购 说是市里啊有规划派用场 那么东安一村和东安二村呢 洞迁啊已经是沸沸扬扬 说了好多年了 居民同志们呢也是盼星星啊 盼月亮总算是 那我都把那踢户背了 熬出头了 那么首先先带大家参观一下 东安二村啊 这边基本上都是成年老房居多 很多啊都是合用储备的 设施相当蹩脚 而且环境呢脏乱不堪 在之前三年特殊时期啊 这个小区呢曾多次上榜 东安二村之前带大家来看过 里面很多房子呢 都是这个储备合用的啊 你看楼梯都是木制楼梯 环境呢还是比较差的啊 公用的厨房间 公用的卫生间啊 像茅厕一样 不过这次东安二村啊 有一部分房子呢 在这次的洞迁征收中啊 没有被滑入范围内 究其原因呢 我问了下我的县人啊 他告诉我说 因为东安二村的地形形状啊 有点刮山 然后呢上头领导呢 正好又有点强迫症 所以啊为了保证 未来地块的完整性 东安二村的59号 60号 69号 70号 73号 等等等等啊 这些房子呢 最终没有在征收范围内 而且听我的县人说啊 这十几栋房子呢 还是建于1958年的那一批 房龄啊 是最为久远的 只能说呢 运气不太好 看看他们到时候啊 能不能再争取一下 毕竟洞迁的机会啊 千载难焚 东安二村确实体量非常巨大 好像比东安一村还要大很多 东安二村呢 也是不少人这个童年的回忆啊 好 那么隔了一条马路呢 我们再来到东安一村 听居民说啊 这边很多房子呢 好像以前改建过 相较于东安二村啊 这边的房龄和房子状态呢 好像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有建于七八十年代的 也有建于五六十年代的 在当年啊 这边的房子还是算蛮不错的了 里面你看至少供用过道啊 都是被房门给包住了啊 不像东安二村 很多呢都是敞开式的 里面的整体房屋质量 我们看到啊 的确要比东安二村呢 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其实像这两个小区呢 之前大家一直在传啊 好像是香港那边一个地产开发商收购的 也是打造一块关于西岸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但现在证实下来呢 好像还是市里面啊 要征收下来派用场 好像是用于做一块什么绿地 哎呀 阿拉徐汇区啊 还是给力啊 发展的速度啊 真是比其他区要快很多 这边是两个小区到时候的征收办公室 我们看一下啊 非常多的房间 好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进行交流 喜欢秋库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打个接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何归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近一方面